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黑 今天呢,来看一看我们的仓鼠 昨天呢,发布了一个视频 就是小黑呢,买了两只仓鼠 但是由于功课没有做到位 不知道仓鼠需要分开养 有很多这个小伙伴提出了 提出了这个批评,提出了建议 说一定要分开养,要不然会发生争斗的 所以呢,小黑就准备了两个巷子 这样就可以分开来了 他们呢,就不会打仗了 希望这两只仓鼠能够活得时间久一点 其实买完仓鼠之后呢 有这个小伙伴说是 你买这两只仓鼠绝对是为了拍视频 其实怎么说,你如果非要这么说 其实也可以 但是这并不是小黑的本意 我只是比较喜欢小豆腐 就像我原来喜欢猫一样 并不是因为我要拍视频 我才养的猫玩 所以我们家本来就有猫 对吧,而且确实原来也不少 这只仓鼠呢 哎,见到猫呢 就会激动激动 我就是买了这只仓鼠呢 没让仓鼠活泼 反而让猫咪特别活泼了 看看花瓶那一脸呆呆的样子 哎呀,看窗外的菊座 窗外的那只菊好像很羡慕的样子 这两只小仓鼠呢 这只白色的 你们看到吗?这有只白色 这只白色的胆子特别小 我已经发现了 它们打仗的话 这只白色的大 不过哪一只 真的超可爱 我也给它拎出来 哎呦,走走走 不不不 不要这样 花瓶一瞬间就过来 这可还行 去吧 我们家的猫是非常听我的 可不可爱 小仓鼠 小黄也在外面看着呢 哎呦,花瓶瞬间就过来了 这个你就不要吃了 我觉得我能看住的 是没问题的 它们肯定会健康的成长的 自然衰老,自然死亡 嘿 你们去 哎呦,不要过来 我只是让它过来通通风 哎呦,你们去看那一只吧 啊,吓死人的 看看窗外的那只橘座也急得不行啊 急不可耐的感觉 花瓶呢,现在是把嘴都伸了上来 据说仓鼠的胆子呢,特别的小 我估计看到了这些猫呢 应该可能就会吓尿了 而且网友说是还要给它铲屎 铲屎就过分了 你说我们家这么多猫 我天天铲屎还是喊不过来 还要给小仓鼠铲屎 我的天,我用手铲嘛 而且据说还要买那个 那叫什么 嗯,锻炼身体的 一个转轮吗 这个我估计就够呛能买了 天天有这些猫看着它 应该对它们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不运动也要运动 看看窗外的局座 甚是一个启动 哎呦,那只小仓鼠真的还挺活泼的呢 还站了起来 公然的藐视这几只猫 不知道老鼠的基因里面 带不带这个天赋 就是余生俱来的就会怕猫呢 他应该看那个样子好像不怕 甚至还想上去和小黄亲热一下 看看 应该是没问题的 哎呦,我的天 窗外的也急不可耐 自己续个窝又钻进去了 嗯,OK 那么本期呢 就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消息吧 小仓鼠呢,小黑已经分开了 他们会健康愉快的成长 拜拜 那么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